Hello 各位小伙伴们 下午好 那我是来自重庆ID超市的荣仔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去接一位来自重庆本地粉丝的字体 那听说这位粉丝呢 已经关注了我们一年多了啊 那今天呢也是凑着周末有空 正好过来来我们这里字体电脑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带着我们的麦克风 去咱们一楼接咱们的顾客啊 因为咱们的一个客服呢 已经说他到地铁站门口了 那我们马上就去接他 那边 那边 哈那边 那边 没得问提啊那个技术 等一下啊 你这个 呃你这个门帚什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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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帚什么这 啊啊啊啊 我这个啊啊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 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来 有点宅啊有点 你这个包还可以啊 没有这是我的内存条啊 啊 自己带的 对对对 之前那个客服给我说过 他说你是自己带了是吧 对对对 可以可以那那那我们先走 今天今天有点冷哦 今天重新下下雨有点有点冷 这个麦克风给你吗 那你今天是专门抽了一个周末过来配电脑对吧 不是你们叫我过来的吗 今天好像是应该是我们客服之前跟你说的啊 来那平时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logo啊 那平时给你们拍视频的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先坐一下我给你接杯开水好吧 好谢谢 开水那别说女孩子都要喝开水 我跟你说男孩子更要喝啊 那再何况今天重新有点冷 那我们坐一会再去给你看配置怎么样 我们现在去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去吗 真的吗 真的 很急是吧那那这边吧来好 那现在的话我们的王特区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倉库 那王特区你这一次的一个预算大概在多少呢 预算大概在2万左右 2万左右啊 2万这个预算就是已经是很多了啊 基本上很多人选择也大概在这个预算 如果说啊今天你不选 奥机圈套不认识我 至少是i9加309听显卡 那如果说今天选择了奥机圈套 你不后悔吗 不会后悔 哈哈哈真的啊 那OK既然不后悔啊 接下来的时间就带他来到我们的CPU的挑选场地 那2万的预算的话 无非就两款CPUi7或者i9那你平时是办公多一点呢 还是打游戏多一点 打游戏那就选i7吧就这款吧 诶确实啊那i7的话相对来说在游戏方面啊 性价比会更高它的预算只需要i9的一半 而i9更适合办公 所以i7才是你的选择 i7的12700K12核20限制 那在内存的选择方面你是想要DDR4还是DDR5呢 嗯我自己带了一款 哦忘了忘了啊那这一款 那我请我帮你介绍一下吗 可以 OK那这一款内存的话就是来自我们的王总学去年被他的朋友忽悠 单独买的一套啊 因为配置更不上 所以今天才配的 来自知习皇家级的金光级的4000频率 你之前是i5怎么能带4000 你这个朋友真的是有点高 OK那32G 那固态的选择方面啊 我看你是带女朋友来的吧 对 那你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肯定是没有我搭啊 那你肯定用不上4T 我觉得PCA 400980 Pro的1T到2T的容量基本上你就能登顶了 基本上一些3A大作或者游戏的存储都已经够用了 那就1T吧 1T OK 那接下来的硬件的话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主板选择区域 那其实白色的系列里面呢 主板里面唯一只有一块能装上你的内存 其实不用考虑或者一起选择 那这一块的内存 这一块主板你跟见过吧 吹雪 OK吹雪啊 DDR4的华硕主板建筑器里面最高的 OK 那下一个硬件的话就是来到了我们的散热的挑选区域 散热的水冷里面的话 华硕OG的目前顶级水冷 差不多只有四到五款 基本上都在这个墙壁的 你看一下 那就这一款吧 这一款吗 对 哦 那确实啊 吹雪360 因为小白龙360一提出去了目前是已经提成了 那确实是只有吹雪能配得上 相比龙神二代来说它黑色的来配白色的选手 确实还是配不上啊 好吧那我们就吹雪360 重点来了显卡 按你来说你这一套预算的话 有三张显卡可以选择 3070猛禽 3080猛禽 3090白猛禽 那如果是我建议啊 你肯定是要上3090才能配得上你这个问题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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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确实太贵了 我觉得3080这一张就能满足我了 不 不再考虑一下吗 不用不用 就这一张 OKOK 那电源好吧 电源的选择更加简单啊 因为我在视频里面经常提到过一句话 既然是80系列的显卡 就应该用 一定要用30 一定要用850瓦的金牌电源 对对对 那这边啊就是白色的选音ROG里面唯一的一款白色水冷 哎呦我唯一的一款白色电源啊 因为我觉得这1000瓦的更好啊 有点贵 哦那就这一款吧 OK 那我们这一套ROG全家桶的话 目前就已经挑选了7个配件 这个一个硬件的话就是万年不变的 华硕ROG全家桶的一个白色机箱 那我就带你去拿机箱好吧 机箱的话就是放在这里的白色ROG的太阳绳 那就只有这一款了 没有挑选的区域 那这边的话就是咱们平时你可能没有来过的配件的一个挑选区域 那是要考虑一下吗 刚才说到的是想要加装一点对吧 风扇是吧 风扇的话基本上只有七八款 而白色的就只有两款 都是视频里面你见过的 那就是酷冷之尊的MF和咱们九州风扇的Safe 220 那我就用比较常见的九州风扇吧 可以OK 那这个的话平时我们的ROG全体都是七把固定的 因为顶部冷排要加汉堡防止夏天的一个过热 再加上前部和尾部的一共四把就是七把风扇 OK 来七把风扇 那这一片区域的话 你可能不是说过吗 你可能来的比较少 那不管是你来的少还是网友也来的少 其实今天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平时也有在座很多一个定制类的灯板 像 这个躲起来 像这个胡桃和零二包括高达 这里有十几款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 那如果是有这方面需求下次可以考虑 因为你是只要白色的系列 对吧 白色系列的灯板的话 我们这里就暂时只有一套 那就是不用考虑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白色的一套 镂空定制的灯板 怎么样 OK 那剩下的配件的话 就是最后一个区域的 就是平常比较少见的 就是ROG的一个连力竖装线 和咱们的一个大逆绳支架 LGB版的颜值会比较高 包括我们连力的三代 离红线啊 就是视频里面刚出的嘛 连力三代 和我们最后的影子随软的离红管 其他的话就没什么配件的 这边有什么想要的吗 如果说对于你白色机箱大推的话 想比较好看的话 我先要这个离红线吧 离红线是吧 对对对 OK 那基本上咱们配件就调整完了 那今天我们王同学也是提出来 想要装个机啊 那我这个不答应也不行 毕竟来了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来首先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取出我们的主板 今天我的膜终于不用容载帮我撕了 还有一块 那现在我们来打开CPU 小心 收很多 这是第一次啊 啊这咋 我们在这样的吧 然后两边有卡 顶他一下 你停一下 大家有帮你停 啊这个位置啊 有卡扣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CPU 我们早就说过要 三角对三角 直接放下去 用力 这样我们的CPU就安装完全了 经常看容载的视频我们都知道啊 先要撕掉保护贴红膜 对没错 接下来我们打开物态硬盘 对于我来说一T的完全足够了 如果小伙伴们有更多的需求 可以找容载安排 可以啊 好吸出来 对准主板的缺口过分 可以反了 再反了 对这边 反了反了 再反一圈 再反一圈 对对对就是这样 缺口对准缺口 用力一插就进去了 OK就这样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芝奇皇家级内存条 金光级啊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DDR4的内存 所以一定要注意两边的长或者短 注意二四卡扣 好我们对准缺条 轻轻的 按再移 好 现在终于到了我们拆开我梦寐以求的3080白猛青显卡的时候了 打开包装 穿过去给它看一下 好 合中合啊 这里重点 还觉得是什么吗 戒指 哈哈哈哈 不带上戒指装ROG的显卡 那都是浪费啊 那就是可惜 对必须戴上 显卡 防拆标 好我们来打开防拆标 给它们看一下 好也可以 知道哪里有膜吗 不知道我就要点了 找得到吗 三面保护膜 好背面 给到这边观众看一下 试下来 试下来就可以冲击了 好侧面还有一块 给观众看一下 试下来 试下来 贴上我们的信仰之眼 来 对准 那么王同学能开的一些硬件 基本上就已经全部开封完毕了 那大家也是知道 OG全体统大概需要2-3个小时 才能全部充充完毕 那我跟王同学先去消遣一下 那让我们的装机小哥装完了以后 我们再见 OK 那么王同学的这台OG全体统 就已经全部中期完毕了 不过这里有三台 到底是哪一台呢 没错 就是重点的这台 怎么样帅不帅 来给个镜头 那王同学 这台电脑给出一个最真诚的评价怎么样 这台电脑帅气是帅 帅 但是比我还差的那么一丢丢 你好烧喔 然后这台电脑唯一有缺点就是太重了 可能比我女朋友重那么一点 没关系啊 那确实有点重没关系 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 我就给你装完系统 亲自给你打发怎么样 好谢谢 来 好慢一点 好 可以了 来 那非常感谢王同学的知识和喜欢 好吧 好谢谢 来这边这边 那回去开车的时候慢点小心 好吧 嗯好的 下次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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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已经拍在这里结束了 那下一期呢 麦克风 等一下 麦克风 下辈子不一定 下辈子不一定 还能遇见你 所以我很珍惜 不敢答应 很珍惜 我们下辈子不完